簡約公屋的第一批 我們就接受申請了 有4400個單位 包括在元朗郵博路有2100個 彩興路這個項目有2300個單位 如果以郵博路因為它是新界 就跟回我新界的公屋租金打了個九折 最小的一二人單位是收740元一個月而已 彩興路這裏的一二人單位 最小的單位是市區 但是都是1110元一個月的 最大的四五人單位 彩興路這裏都是2650元一個月 我們互互有窗 互互有自己獨立的洗手間 亦都有些空間給一家人 齊齊整整開張桌子吃一頓飯 我們特別看重交通的 無論是元朗郵博路 或者是彩興這裏 我們都跟運輸處和巴士公司商量了 加了巴士的路線 加了小巴的路線 方便居民出入 在未來一個星期 我們會陸陸續續將一封這樣的信 寄給所有合資格的人 即是說在我的公屋輪候差 輪候了三年或以上 我們計算過大概有8萬5千個 這一類的申請人士 我們正式接受申請是6月24日 一直到7月15日這段時間 我們叫做優先處理期 所以在7月15日或者之前交回來的表格 我們會優先處理的 計分制 我們現在是在照顧四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它現在身處住的環境 是不是一些惡劣的環境 比如天台屋 比如在一些惡劣環境的劏房 我們會加一些分的 第二就是申請人的身體情況 如果它是身體有殘疾的 或者健康是比較有問題的 那我們也都會加一些分 另外就是家庭的狀況 比如有老人家 有很多小朋友 或者有初生嬰兒的 我們都會加一些分 最後就是我們都鼓勵大家 選擇新界和擴展市區 其實擴展市區的意思就是屯門 都是一些很成熟的市區 如果選擇新界和擴展市區的 我們會加多些分的 inviting我來 在每個ٹ 加入 post 對 可以 會 都沒去 會 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